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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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牌啊 可以直接讓 對面的主戰者人力沒有效 那如果是在砍術的那個年代的話就非常的關鍵 而現在只能擋貝勒羅芬的補血掃場 還有伊達陣中在10pp10的能力了 不然就是要給控制體系以外的噁心能用的 強制讓對面從者發展 系列控制體系會考慮選用 中立紅卡 烏拉諾斯 三費三三的體質 無法使用EP進化 入場取 死一個生命值為3以下的敵方從者消失 如果自己排隊中的卡片張數為20以下 則會回復自己的阻斷者三點生命值 使這個從者進化 進化過後的體質是66 攻擊時給予敵方的阻斷者3點傷害 如果自己排隊中的卡片張數為5以下 則會由原本的3點傷害轉變為9點傷害 不得不說 這個卡片還蠻帥的 那直接來想的話 這張牌一定是跟半數無私有關係 但是 半數的核心全部都退光了 所以說 這張牌 就目前而言的話 我覺得是很難搭的啦 那以比較好抽牌的職業來看的話 還是以無私為主 可是 現在的環境要抽到只剩下5張 真的是有點難度的 所以目前判斷不出 他確切是要跟什麼樣體系作為搭配的 除非接下來的中立要出一堆無腦消失 無腦丟牌的牌 才有機會去選擇這一張牌 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要跟進化體系作為搭配 用來刷進化的次數 沒有就只能當作是用來報復社會的手段 至少他本體還可以消失嘛 那這樣看的話 感覺不太會熱門 所以是 第一類 半數進化體系會考慮選用 精靈新卡 千日舉小熊 一費一一的體質 入場曲 次場對戰中 如果自己的 使戰場上的卡片返回到手牌中的能力發動的次數為5次以上 則會獲得及時效果 謝幕曲 增加一張花五微風卡片到手牌中 花五微風是一張一費法術 使一個自己的從者或一個自己的護膚返回到手牌中 回復之主要者一點生命值 連擊妖精精靈一定會選用 謝幕可以送你免費的回手手段 本體來講的話也非常好刷連擊 但按照管理肯定會有跟他搭配的牌 才能夠增加這張牌的選用率 所以我們就先繼續看下去吧 暫且給B類 妖精精靈必定選用 精靈金卡 花戰之狼 死雷特 二費一二的體質 入場曲到回合結束為止 使一張自己手牌中的精靈從者卡消費-2 進化時到敵方的回合結束為止 使一個敵方從者攻擊率變為1 這張對戰中 如果自己的使戰場上的卡片返回到手牌中的能力發動的次數為5次以上 則會由原本的1個轉變為全部 而他進化過後是不會加體質的 用來刷連擊超級好用的一張牌 有了這一戰你可以在進化點回合 直接點世界術 幫助美妮直接跳起來 可以看作是另類的0費或者是2費2連擊 而進化的效果超級的控制 但我覺得他蠻可惜的就是沒有加體質 還有就是你通常是為了控制才會想要放這張牌 所以你考慮放他的機率就會比較低 滿購足之後比較容易會被捨棄的一張牌 B類妖精精靈 考慮選用 接著下一張 這張可就猛的了 精靈紅卡 波斯菊之牙 6費560的體質 自己的回合結束時使自己的其他從者全部返回到手牌中 有了這一張牌誰還需要揮耀女武神啊 蹲起來之後自己的回合原定進化就可以直接加爛攻擊力 就算對面放棄撲場好了 你自己手動打4張的從者 進化他都可以做出11點的直接傷害 最誇張的就是如果當對面沒有意識到 他也撲了5張的從者 最高你就可以打出單回合的16點傷害 那我前面算的方式是沒有帶腦的計算法 就是純撲場 那理論上啊 你6費蹲完7費還有一些回手的空間 假設你有一張的0費卡 你可以打回1費妖精 回然後撲4張的妖精 還可以硬生生的再多2點傷害 但這張最強的還是在6T的時候拍完 你只要有一顆的進化點 對面就完全不會想要拍從者了 超神的場地限制用牌 誇張的要命 A加類 妖精精裡最強的終端 6費直接拍都不虧啦 接著 皇家星金卡 銳槍騎士 埃米羅斯 類型士兵英雄 1費1費2的體質 入場取如果自己站上有其他的從者 只會獲得加一攻與即時效果 進化時 給予一個敵方的從者3點傷害 如果自己站上有其他的英雄從者 就會獲得加一攻效果 等等 皇家又有新的類型了欸 該不會是皇家跟龍族起飛的版本吧 2費的時候 你可以有兩張的埃米羅斯 你可以做到112跟123的皇家小蝙蝠 在進化點回合啊 你進化打頭啊 也是可以跟小蝙蝠一樣 直接做出武功的傷害 但啊 小小可惜的就是這個進化的時候啊 只能打3點傷害 現環境可能稍弱 我覺得要把它設計成4點傷害 很像會比較好一點 欸等等 為什麼我會說出這種話 原來現在已經膨脹成這樣了嗎 我竟然覺得3點傷害已經不夠了 畢類英雄皇必定懸滿 皇家銀卡 英雄 騎士 類型 士兵 英雄 四費三三的體質 本身具有疾持以及攻擊石 如果自己在場上有已受到傷害的從者 則會回復自己PP2點 他永遠有強者詞條 然後有機會可以回2點PP 體感就跟暴力龍的有點像 但就是被拔了那個進化時可以截場的能力 畢竟是銀卡嘛 就不能太要求的啊 我們不能把每張牌都單純是卡西姆 比類 英雄皇會考慮選用 英勇初級 武費法術 類型 英雄 隨機加兩張英雄從者卡各一張 由自己的牌隊抽取到手牌中 隨後給予敵方的從者全體X點傷害 X為自己手牌中的英雄從者卡的章數 如果自己在場上有已受到傷害的從者 則會召喚一個音速騎士到戰場上 跟之前的實驗嘴型還蠻流行的 這一張的飛槍未來作為比較的話 這張飛槍未來還可以去隨機的打5打5嘛 然後同樣也是抽兩張牌 那你就會覺得說 這張牌的少產真的是有點給他爛 但是啊 如果你能夠去達到這個後段的能力 成功叫出音速騎士的話 你就等同於說你一定能夠回到這兩點PP嘛 他就會變成一張是三費抽二 並且會有一隻三三擊持的從者 這樣就搶上許多囉 而你也可以搭配到等等的下一張紅卡的能力 先讓一費從者去殘血再打這張牌做事情 就不會那麼卡了 這樣想的話就還蠻強的 但是非常持搭配性 所以這種牌通常都不會編滿 除非到時候的英雄排組組出來之後 沒有更好的抽牌手段 D類 英雄皇會考慮選用 接著在PB出現非常帥氣的消勇劍士 類型 指揮官 英雄 4費355的體質 這個從者受到的傷害如果為4以上 則會轉變為3 入場取暴龍強化7 抽取卡片自己手牌張數為7張 到回合結束為止 使自己手牌中全部的英雄從者卡消費轉變為0 進化時 這場對戰中給予自己的主戰者 每當英雄從者進入到自己戰場時 會給予該從者加三血與突進效果 主戰者無法重複疊加此能力 那首先這一張牌它會減傷到3血的緣故 等同於說你進化過後變成7血 就可以扛到3次的傷害 有點扯 那一張的五五怪都不能直接A死它 接著 七費暴龍強化的能力 你可以直接補爛你手牌 並且你只要抽到其他的集齒衝者時 你就可以全場集齒亂衝 再搭配到先前拿到的進化效果 看你要做劫產還是要做其他的操作都是可以的 而你準時進化過後一張的消勇劍士之後 下一張的本體還可以內建扛3次 進化過後變成10血還可以扛到4次 超級快樂的 那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要如何在進化點回合之前 去穩定的解鎖到這一張牌 那只要之後出了一張專門拿英雄的卡 而且是在進化點回合之前就可以去拉到的 那這個體系絕對會變成超強超級誇張起飛 雖然說目前就已經覺得很誇張了 B加類 英雄王必定選滿 烏斯星紅 萬能的奇蹟 梅露提娜 陸傳局抽取兩張卡片發動一次魔力增幅 陸傳局如果這張卡片的魔力增幅次數為5次以上 則會隨機給予一個敵方的從者3.3還回復自己的PP2點 如果為10次以上則會額外再回復自己的EP1點 進化時使一個敵方的從者消失 增加一張萬能的奇蹟梅露提娜卡片到手牌中 使其發動兩次魔力增幅 使這個從者消失 進化過後根本就是勇動機抽牌 烏斯從今以後再也不用怕缺牌了 但抽太多反而會可能成為之後的問題 你需要搭配到很多很多的EF可以消耗掉的法術 但以目前的征服烏斯來看的話 雖然說這個抽牌效果給的非常的豪華 可是我不覺得現在征服烏斯的問題是抽率太慢 反而是終端斬殺跟控場的問題 那目前這張牌不能填補EF退之後的空缺 還需要更強力的終端 而且新環境的牌組也都很鋪場 還是其實是我沒有看懂 官方是想要讓半隻烏斯復活才設計這張卡的 就目前而言我並沒有很看好征服烏斯 B類 征服烏斯可以考慮選用 龍族新卡 戰錘龍人 類型武裝 EF12的體質 陸長曲 如果本次端終止以離場的武裝從者數為4個以上 則會獲得加一加一與及磁效果 獻目曲增加一張龍鎚睡疾卡片到手牌中 龍鎚睡疾是一張EF法術 類型武裝 隨機給予一個敵方從者兩點的傷害 增加一張龍武武裝甲卡片到手牌中 欸 首先這張牌啊 它是台灣繪師畫的喔 嗯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它畫的圖都蠻香的 D費又有武裝的屬性 還可以拿到龍武裝甲 其實沒什麼好說的啊 就是 武裝跳肺龍必定販滿 龍族紅卡 團長達拉伍德 武費 三三的體質 陸長曲 使自己的PP 最大值加1 暴龍強化機 召喚一個風暴巨龍到戰場上 計畫時 召喚一隻地獄火魔龍到戰場上 如果自己的PP 最大值為10 則會由原本的地獄火魔龍轉變為召喚風暴巨龍到戰場上 風暴巨龍是一張把它想成是武功的即時打點就對了 地獄火魔龍是一張4公的途徑 等等 那個海賊不是都是皇家的嗎 怎麼又突然出現來湊數了 等等這是什麼羅伊的變體版本嗎 那你在10費的時候啊 還可以進化做到一個終極終端 10公走起簡單暴力 有跳費當然是它大加分的原因啊 並且在5費時進化時還可以接受到兩個點位的結場 不然的話可能沒有太多的位置可以放上它 因為單就以前羅伊來看的話 你555下在場面都覺得有點差了 更何況是5散散體質放在場面上 A類 只要你的牌組需要跳費就會考慮選用 死靈金卡 巧技的杜蘭和3費散散體質入場取 死靈數1 抽取一張卡片 增加一張月靈卡片到手牌中 進化時召喚兩個月靈到戰場上 優秀的月靈體系的3費過牌 拿到月靈還可以作為傷害跟戰勝 以及跟先前的死靈心虹作為搭配 B類 月靈死會考慮選用 死靈心虹 高貴的靈死 特入雪拉 5費33的體質 當有從者因完成召喚進入到自己戰場時 如果該從者為本回合中的第一個或第二個 則會使其獲得加一加一與守護效果 如果為第三個以上 則會使其獲得加一加一與即時效果 入場取 玩者召喚1 玩者召喚2 進化過後不加體質 進化時會觸發 玩者召喚3的效果 有了這張牌啊 等於說你給他進化之後 你就是一張牌可以直接鋪滿四個場面 對於謝幕騎史以來講的話 是一張超強的關鍵 因為你1費的時候可以拉密諾增加目的 2費可以直接拉叮噹幫忙過牌 3費時你就可以直接拉狂氣獸割者或者是盧盧那1 做到超大場面又可以解一堆的任務術 有種獵人的變體版本的感覺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戀戰死靈法師跟盧那了 那理論上謝幕騎史靈的強度是下降的 那麼為了展場可能要連這一張死之龍的Boss 都要考慮放入到牌組當中 畢竟大部分的赤木手段都已經退了嘛 這麼看來陰雪可能又要因此而沒工作了 畢竟他是會吃木的 B類謝幕騎史靈的超強連場手段 吸血鬼金卡龐克惡魔 黛莫尼亞3費15的體質 必殺吸血自己的回合結束時給予自己專者一點傷害 此行動槍進行兩次 陸傳群如果狂動狀態已發動 只會使這個從者進化 進化過後還會再額外獲得守護的效果 會自殘又有必殺又是大屁股 是一張挺不錯強的牌 狂動吸血鬼會考慮選用 吸血鬼紅卡造生惡魔 五費五五的體質 陸傳群給予敵方從者全體3.3害 如果狂動狀態未發動 則會給予自解決戰者3.3害 如果狂動狀態已發動 則會使這個從者進化 進化過後不加體質 進化過後能力是雞翅以及吸血 為了應對百獸大惡鬼退的空缺而出的一張牌 他可以更好的提速 加上這個傷害還蠻直覺的 剛好可以拿上面介紹過的死靈星猴來作為應對 如果死靈星猴拉到了三費是魯魯那一 將你一張的造生惡魔不僅可以清掉全場 還可以及持吸血打頭 假使你覺得這樣還不夠強 你可以多存幾張的零費邪惡指揮 多選個幾張的惡魔指揮 加來存斬殺就對了 B加類狂亂吸血鬼必定懸滿 能AOE能戰場又有強者磁條 復仇者金卡 胡晶體二費護符 自己的回合結束時 由第一個能力 隨機給予一個自己的從者加一加一效果 第二個能力 使自己阻斬者生命值最大值加一 回復自己阻斬者一點生命值 第三個人力 隨機將一個負責的從者卡 由自己排隊抽取到手排中 這之中隨機發動一種能力 如果自己剩餘的EP多於敵方的EP 你則由原本的隨機發動一種 轉變為每種能力各發動一次 這是什麼樣的卡場結晶 如果是後手來看的話 他能力還蠻不錯 全觸發就蠻有料的 但如果只能全部隨機觸發一種 那就偏不好用了 該怎麼說呢 他會先佔你一個購組嗎 因為卡你一個場 可能就這個抽牌會稍微好用一些 但是他也要抽到至少兩到三張以上 才會覺得他比較好用 所以他是一張 恩內很普通的一張牌 那麼本集的內容就到這裡結束了 別忘記資訊欄還有迪斯扣群組 可以歡迎大家的加入 以及就是可以支持一下一週年的雨鋒叔叔 相關周邊都在資訊欄 你們可以去參觀選購囉 我是熱中電玩的魔王城老闆雨鋒叔叔 我們下回見囉 大家 夾安捏 將會讓你快樂 儘快 我並且的戰鬥 勝不 我們挑戰 我們要吧 我們要對自己的戰隊 我們要求的 我們打招呼 幫我們 我們打招呼 馬fly踊了 麒不平的馬 言之下 我強方面強 我看得到 你贏的要素是没有 我看得到 我看得到 几乎 我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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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到